親愛的某港姐妹們 兄弟姐妹們 大家晚上好 我們已經來到競選活動的最後幾個小時 很多記者朋友 很多居民也問我 你今晚會不會講很多大的計畫 大的很多計畫要對我們動動的 我其實也沒有 也從來不會這樣想 因為我今天要說的是 打成我心裡要跟你說的話 過去一年來 我雖然不是後港的議員 可是我留下來的 盡力為後港居民做事 人幫 救防 過去九天裡 我更見到許許多多的後港居民 拜訪了許許多多後港的加強 到了現在 這場浮選 已經不是一個 贏或輸的問題 已經不是一個 你把票投給我 還是滑票投給別人的問題 這場浮選 是你 後港居民 對自己的家園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未來 重新做出抉擇的重要時刻 後港人 在政治上 向來有自己的堅持 後港居民選人 有自己的眼光 這一點 全新加坡都知道 這也為什麼 我欣佩 我佩服 我們後港居民 可是 形勢會變 有時 人 也會變 這一次的浮選 有一點 不一樣 我知道 就連最堅實的 後港居民 這一次 也有一些 左右 兩難 這不是一個 國家性的大選 也不是一個 決定 國家 國會裡 有沒有反對黨的競選 有人認為 這是一個關於 後港 市政 生活的地方 地方的選擇 我的確認為 後港的基礎建設 有很多地方 需要改建 後港 有許多擁長者 我希望他們 出入方便 上下樓有電梯 進出門 有遮一帶 後港 也有很多 年輕人 年輕的家庭 我希望大家 能有足夠的 戶外 舒適空間 我也注意到 法輪發先生 他兩天前 在群眾大位 效仿了我的說法 向你們做出的承諾 說要蓋 這個有蓋總廊 上下車處 搞家居改進計畫 這說明 公文黨 終於認識到 有明確的設施計畫 是非常重要的 我謝謝公文黨 更為肯定的支持 可是 我也認為 打從心底 說到底 這是一場 關於 誰最珍惜後港 誰最能為後港 謀取福利 有很多人問我 你在這15個月裡面 你對後港人的感想是怎麼樣的 我從來也沒有跟其他人說過 今天我要跟你們 我真正對你們的印象和感情是怎麼樣的 後港的居民 你們是善良的 你曾經相信你選過的人會為後港帶來驕傲 後港居民 你們是忍耐 你原先的希望雖然被辜負 但是你還是非常耐心的想知道 以前的隊伍值不值得你們再給多一個機會 不值得 我也深深的知道 後港的居民是民視的 我的為人 我所做的一切 都擺在你們的面前 後港的居民也是有所堅持的 你們現在的左右為難 背信知道 就是因為你們對以前的感情還在 我了解 背信了解 所以我不會要求你放下你的堅持 我只能盡我最大的努力 把我心裡的話說清楚 曾經有一個隊友問我 背信啊 你這次補血 拼命爭取 你對於最終的結果有把握嗎 去年 後港拒絕了我一次 今年 也很有可能再次拒絕我 所以我對我的隊友說 你這個問題問錯了 不是我對後港有沒有把握 而是後港人想不想把握自己的未來 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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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需要 要變得煩然於心 需要的不只是資源的投入 不只是要果善的管理 需要的 是一個真正關心你的人 一個真正尊重你的人 你是一個拿確實行動來支持你的人 注報 捷護 后来过去的一年的建议说明 说和做是两回事 我是行动党人 我是用行动来证明我对你的关心 有人我记得可能这个人在另外一个群众大会 他曾经自我感叹人生有几个五年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五年 不管怎么算都还是五年 两万多个市民的五年 那是多少年 大家的时间是经不起耽误的 明明可以过得更好 为什么要推而求其次 拜托了 We want it We want it We want it 我看到了后港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里面 有你也有我 在这个未来里面 有新迹象 有新计划 在这个未来里面 我们尊重过去 但也是要抓紧时间 把目光放长远 重新出发 再多两天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后港居民 就是投票日 后港的未来 我代表的 留意别面 留意别面 我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希望 一个新的前景 一个新的开始 只要 只要你愿意 与我同行 背信我会加倍努力 加倍珍惜你对我的信任 不会公布你们对我的希望 你和我可以一起共创后港的未来 世界上 娘们 都是 阿嬢 阿嬷 阿姊 阿姨们 兄弟 姐妹们 全力 全力 畢竟 誠心未明 始終如意